《明報多倫多》5點半新聞直播 現在開始 大家好,今天是3月19日 財政部長幕內 今天在國會公布執政黨任期最後一個預算案 提出由加拿大案 揭及房屋公司免息貸款給首次置業人士賣樓 獲得免息貸款的人要符合一定資格 包括家庭年入息要在12萬以下 或者單身人士每年的入息在5萬元以下 貸款額就是如果你買新樓是樓價的10% 如果買二手樓是樓價的5% 獲得貸款的人 賣業的業權是與加拿大案 涉及房公司共同擁有 當業主賣屋時就要歸還貸款 預計這樣供樓人士每個月可以省228元 此外聯邦政府也將從RRSP戶口拿錢買樓的限額 由最高的$25,000提高至$35,000 但就要在15年內按年清還 至於壓力測試並沒有說要放鬆 這個新的政策何時會開始呢? 就要等自由黨能夠連任之後才可以實行 如果有PestoCard就千萬不要用手機App充值 MetroLink已經推出PestoCard的手機App 方便大家充值和做日常的項目管理 但最近手機程式員Robert就發現App有漏洞 Robert打開App和PestoCard充值$50 但當用手機拍卡的時候App突然崩潰了 之後Robert用卡進地點站發覺不行 想拍子拍一樣無效 Robert認為一定是App出了問題 於是將件事告訴MetroLink 他們說會查現在未有結果 TTC也說會認真處理 MetroLink推出過App之前 給15,000個用戶試過 但想不到試過用過 現在乘客發覺問題 乘客要充值 除了去車站有充值機 還可以上網充值 如果怕上網麻煩 公公婆婆可以去Shop a jump mark搞定 Robert說如果不解決問題 給一些有些人知道 可能會令逃票人士更多 因為司機見到黑皮沒辦法 只能給乘客過關 最近加拿大停飛737 MAX 8航機 造成大混亂 尤其在內陸或者飛去美國的航線 很多人都因為飛機不夠 上不到機 家航的今天就說 停飛737 MAX 8航機 至少會維持到7月1日 但大家不需要那麼擔心 因為家航表示 已經重新排班 直至到4月30日 有98%的航班可以正常運作 趁著我們瓦佳淨水20週年 快點來買一套適合你們用的淨水器 或者空氣機 今早Broadfield地鐵站 再次發現可疑包括 導致警方又要封閉地鐵站 進行調查 但今次警方終於找到結果了 而反面不是什麼恐怖分子 原來是一名有精神病患紀錄的露宿者 她暫時被警方拘捕 相信事件已經告一段落 大家明天上班 終於可以回復正常 我是RD Up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RD Uptown是你的首選 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IU發表 全球城市生活指數排行榜2019 香港今次就聰明了 打低了全球130個對手 成為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 和新加坡、巴黎並列第一 香港今次是就是做了一哥 但是都不知道是不是應該替他開心好 相比去年的排行榜 香港今年連跳三級 圍列榜首 其餘打入十大的 還有瑞士的蘇利西、日內亞、日本的大阪 美國的紐約和洛杉磯 十大裡 加拿大城市就沒有份 而在百多個城市當中 排最後的就是委內瑞拉的卡拉卡斯 EIU比較了這麼多城市 150項物品價格和服務收費 得出結果 到底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 和最低的相差有多遠 以女士剪的法為例 在香港平均要112美元 但是卡拉卡斯就只需要1.77美元 換句話說 在香港剪一次頭髮 到了卡拉卡斯就可以剪63次 那麼多倫多和溫哥華的排名又怎樣? 不好意思 報告的免費version就沒有提到 想知道就要付錢EIU看足本報告 每樣都要講錢 生活成本怎會不高呢? 今晚的氣溫約一度 明天日間平均氣溫約8度 今天多朗多的油價依舊是118.9 明天預計都會是沒有升跌 現在看看香港的新聞 不知是不是機師真的吸引力太大 在香港又有人代入網上情緣片案 受害人在網上遇到 聲稱是美國出身任職機師的男子 那個男人說買了禮物送給他 過了沒多久 受害人又接到自稱是物流公司打來的電話 用不同的原因向他收取不同的款項 受害人總共轉進了33萬港元 去到不同的戶口裡面 直到後來一直收不到包裹才知道被騙 中大醫學院連同加拿大密基爾大學 和其他兩間大學 發現夢境染疫 便秘 臭腳便測 手腳活動遲緩等 都可能是發金信證的早期症狀 如果可以及早發現相關初期病症 或者可以提早20年介入處理 可以較好地控制病情 MASA今天提到新電影 說有一幕要用保鮮紙粒頭 差點無法呼吸在死亡邊緣 我們看看他究竟多天有多驚險 剛才很多人問我包裹保鮮紙的頭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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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然後我有少少傷心 因為那場戲拍得很辛苦 看不到你 可能是他的短片太短了 一秒 所以就是死亡邊緣 死亡邊緣 哇 就是挑戰 是 無法呼吸 要包多久 是 他拋了兩圈 然後就 擠了兩個洞給我透氣 但是有一個 close up 導演說看到一個洞 蛤 這麼小的洞都看到導演 他說不行 然後再封了一條濕 哇 怕你不怕 差點死亡 很突然 是嗎 寫拖手 寫反白眼 洗了 洗了 立刻掃嗎 洗了 再反多一次 突然之間走出來 難道我們立刻鬆開手嗎 難道是硬咀嚼的 很正常 正常 男女都很歡迎 她的朋友 拍攝 吃飯 她都 不是 她朋友的聚會 她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她都 其實挺 她是圈外人 很怕面對鏡頭 她都 嘗試適應 其實她都不太適應 所以大家下次拍 麻煩閃閃光燈 她會有點嚇到 或者不要一堆 或者你們排隊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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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站著 她不走 我們便可以 一堆 她會害怕 今天新聞報道完畢 多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一個愉快的晚上 的 除非 謝謝 ối